那是不是我们至少要三十根线才行 那么三十根银条那么老多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芯片的这个体积就变大了 对吧 所以那现在有没有同学可以知道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容量不变 但是呢 我想让外部啊 访问我的方式啊 就是就是访问的 不是用三十根线访问啊 我想用几根线就要把它访问完啊 你看行不行 好 这个思路啊 实际上该我们学那个C元 就是大家学C元的时候 经常看到有一个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概念 对不对 其实他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思路啊 嗯 大家来想象一下啊 你看我这啊 这是不是定义了十六个 呃 十六个字节 对吧 哎 十六个字节 那我要要想访问他呢 呃 是不是我怎么的 你看 就就相当有十六个盒子吧 啊 十六个盒子呢 我要想访问呢 我是不是就必须 当然这样吧 嗯 这样说吧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值有点大的 大了 先用十六吧 没关系 十六反正能说明问题就行啊 呃 就十六根线啊 你要想找这个十六个盒子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需要几根线就能找到它们 对吧 应该是不是四根线 也就四根线 我是不是能表示十六种状态 那自然而然 是不是就对这十六盒子中 每一个盒子 是不是做了一个编码 对不对 哎 好了 那你看 你十六个盒子 用四根线 这是一一映射很很正常的 而且也该这样做 对不对 哎 那现在我有没有办法 想减少一下这个线 因为线越多 肯定我们的芯片的体积也变大 对不对 哎 好 那你看 我们同样的空间 我还可以怎么访问 我int b 4 4 大家看 是不是我把它分成四行四列 啊 四行四列 什么意思 就是我四行四列的二维数组 是不是刚好能表示的 那个呃 那数数刚好也是十六个数 对不对 好了 那你看 这个要访问 你看你们要想什么访问 我们是不是要把要访问的话 一般是这样 你要先知道 多少行 是不是再知道多少列 我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盒子 对不对 好了 那你找到这个盒子 我实际上我要想跟对外界引申出来 是不是这个问号 他怎么访问 好 你看这个问号 我们是范围是0到4 0到3 0到3 是不是 而0到3 我们有几根线能表示出来的呢 看看 是不是两个比特 我就能表示0到3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 他是不是也是用两根线也能表示出来 而但是这两根线 你看我怎么访问呢 我是不是可以先发出行坐标 再发出列坐标 你看行坐标列坐标发完之后 这个盒子不就找到了吗 但是在发行和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用了两个比特就发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由于改用了二维数组 使得我们外部接口上 是不是这个位数变少了呢 看看是不是 当然如果说有三维数组的话 那实际上是不是表示的范围更大 同时呢 咱们引入的这个比特数数都更小了 不能说更小 就是说还是比较小了 是不是 比我们直接用一维空间去编码的话 这个位数是不是变小得多了 对吧 好 所以说那么我们内存是什么回事呢 实际上那这样呢 我们也就提一下 内存的内部结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 三维数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首先来说 画一个图 所谓三维数组 大家知道 他是不是首先先由一个什么 一个面构成的 对不对 那么这有一个面 这个面你好像找到他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知道 你要发出行地址 发出列地址 对不对 那只是说那三维数组什么 是不是有多个这样的面 对不对 假如说我现在有四个这样的面 看看 好 就这个意思了 大家看懂就行 就假如说现在是不是有这 就相当有四个面 你四个面呢 每个面 假设大家一样 那你现在要想访问这个面 要想访问其中的一块的空间 你看我怎么访问 怎么访问 我是必须要先怎么的 先知道好 先知道是哪一个哪一个块嘛 对不对 知道哪一个块过后 我是不是在针对这个块 发出这个块的行地址和列地址 然后才找到对应的这个数 是不是才发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以后大家看到内存呢 你可以基本这样想 所以这样问题就来了 我现在假设我发出一个2000的地址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把2000这个地址 是不是要转换一下 转换成什么 你是在这个芯片中的哪一行 哪一列和什么 哪一个块啊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转换过程又涉到一个问题 那是我们程序员来做呢 还是硬件可以来做呢 好了 肯定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你软件程序员自己做分解啊 然后呢 硬件做也行啊 很显然呢 软件做呢 成本太大 对不对 或者意义也不高啊 意义也不高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啊 那那怎么办 那干脆我们就让谁 硬件来帮我们切分啊 所以说你要想让硬件切分的话呢 实际上呢 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概念 大家看 就在芯片手册中呢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DRAMcontroller 看没有 这个controller中啊 这个controller实际上 就包含了一个什么 就所谓的控制器 实际上指的就是 你把你的地址告诉给它 它呢 根据我们的行和列的特性啊 然后呢 是不是分别发出 什么时候该发行地址了 什么时候发出列地址 什么时候发出款地址啊 它来决定啊 所以说你看 可不会这样的理解 就是你要想让 就是我们刚才不写了 你说 你是不是要让SP 只能可读可写的设备空间 对不对 而这个是可读可写的设备空间呢 我们首选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 叫做SD RAM 对不对 但是SD RAM问题就来了 我们是不是系统一上电就要好 啊 想想 这不行啊 为什么 刚才不说了吗 还是拿这个图来举例啊 你看 假设这片是SD RAM啊 你看这片是SD RAM的话 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怎么办 你要想访问它吗 你访问它怎么办 是不是 我本身来说是直接发出地址啊 这样 我直接说 直接发出地址 然后直接发出地址过后呢 你现在不是要访问它吗 访问它是不是 它就必须要发出什么 我先发 可能就说 我先要在这根线上发出的是一个行地址 然后呢 过了会儿呢 是不是再发出这个列列信号 然后再发出款信号啊 当然这个这不是真正实距不这样啊 就是举个例子啊 好 那你看是不是 我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吗 那CPU把这个要想做的事情 告诉给这个控制器啊 这个控制器呢 根据我的配置 什么叫配置 因为你想啊 我比如说同样的问题啊 16行啊 16行 当然是16行问题不好说啊 这样吧 咱们说9行嘛 9行 或者说那个16行也行啊 16行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一行只有四列 和一行只有三列 是不是我表示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一行只有三列 那你看我发出 你看就是这个芯片啊 我一行只有三列 和一行有四列 你看它的寻止方式是不一样 因为它的对应的 同样的空间 是对应的那个什么 对应的地址是不同啊 就你访问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必须要告诉控制器 怎么的 你的这款芯片 就是它控制这款芯片啊 它是多少行 它是多少列 构成的呢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说 你啊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还要再做一件什么事情 是不是叫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叫配置 叫什么 SD-RAM的控制器啊 看没有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控配置 这个什么控制器 然后使得我们这片SD-RAM 是不是可以工作正常 看没有 哎 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好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再来复习一下 就是你看看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 为什么是不是这样啊 你看在这个芯片之中啊 大家会发现有这么几个管角啊 这几个管角呢 反正大家就是有个印象性啊 你看 叫BA 这个实际上我们指的是bank 就多把有多少块啊 呃 然后这个 这个你看 称之为行地址 缩存信号啊 这个称之为列地址 缩存信号啊 或者有效信号 选择信号啊 那你看 实际上是不是就说 当这一根引脚有效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我这发出来的数据 实际上是什么 是行地址 而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 是不是认为这个地方发出的是列地址啊 这样的话 CPU是不是就知道啊 我对这个芯片中啊 这个行和列是该怎么处理的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 呃SDM的一个特性啊 这个因为我们这儿呢 就相当于还是提一下啊 大家能听懂听懂听不懂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有个印象 反正SDM需要配置 对不对 哎 好 当然这个配置呢 刚才说了 第一个配置SDM控制器 那主要配些什么呢 啊 配些什么呢 好 简单提几个就行啊 你这个要想那个完全去那个搞清楚 这个这个工程工作量太大了啊 呃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呃 行地址对吧 哎 我们的行地址 行地址数吧 这样咱们好好理解点啊 行地址数 啊 列地址数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什么 呃 多少块 对不对 哎 多少块啊 这些信息是不是告诉给他 对不对 哎 好 其次是不是我吗 刚才还说了 咱们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叫做什么 周期性 的 充电 问题 就是 那这个周期性的充电 我们说是SDRAM 咱们干活啊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配置这一款SDRAM控制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要计算一个什么 我多少周期 让他充一次电 对不对 就是说我多久 或者说多久让他充一次电吗 对不对 哎 那这个多久又该怎么算呢 是不是又涉及到了 那怎么 那CPU要怎么知道多久呢 啊 那大家都知道啊 CPU的特性呢 是不是 我们说了过 他们是一个什么 脉冲波型啊 对不对 就是说CPU的干活啊 是通过什么 CPU的干活是通过这样一个脉冲波 对不对 哎 然后呢 每一个上升研 他干一个事 对不对 哎 干一个事 那么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知道 我要想多久充一次电呢 那是不是 第一个 我假设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波型 那么每一个波型是不是都持续一个时间 对不对 哎 如果说刚好他的N个这样一个时间 刚好等于我这个周期性 那是不是这个N 就经过N个这样的脉冲 我是不是就可以充一次电了 对不对 哎 那么很显然这个公式中是不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频率是不是很有关系 或者说再说更详细点 再说更详细点 就这个 假设说还是这样 假设说这是内存 假设说这是内存 那你看这个内存中 我们刚才说了 你要想充电 是不是就涉及到 你要你的电从哪充 那是一般情况下 因为刚才说了 咱们是不是有个controller 有控制器 对不对 那这个控制器呢 实际上就会想办法怎么办 把你的 把他的这个充电的这个信号 传给他 而这个控制器 凭什么 说经过多久时间 我就可以充呢 那是不是我这个 这个控制器 你要配置他 对不对 而这个配置中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控制器 他的干活 啊 就他不要要干活 因为他要知道 你经过多久 他要充一次电 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 CPU是一个频率 那么他是不是也应该 控制这个频率的 或者说他跟CPU 是不是同一个频率呢 啊 就是说他俩之间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俩之间啊 这个总是不是共用一个时钟啊 就是表示这是一个主时钟 是吧 主时钟呢 大家都知道 肯定要给CPU 肯定是要给CPU用的 这没问题 对不对 那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时钟 给不给他用 啊 或者说能不能直接也是啊 好 直接也是怎么 接到他那呢 行不行呢 啊 那我们说一下啊 呃 CPU呢 工作一般来说 频率大家都知道啊 可能上G了 对吧 现在是CPU啊 但实际上呢 这些外围控制器啊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 就说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啊 实际上呢 由于啊 这个外围控制器的成本啊 或者他的芯片工艺构成啊 我们实际上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他呢 并不是说你这个频率来得很快啊 就是非常快 他都能收到这个数据啊 比如说就像举的意思啊 我发1100这样一个数啊 是不是说我发出1100 他立刻收到啊 或者说我这个地方 我以呃 当然举举举例子 就是什么 一个微秒 我把1100却发完了 而这个芯片 是不是他的工作 是有有一个是 有一段延迟 因为他是物理结构来决定的 对不对 哎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他有可能在这个 一个那个微秒的情况下 他根本响应不了 这么多数据的接受 也就是说 因为他的工作是频率的 只能有10毫秒才能工作一次 也就是说 他的硬件决定了 他很慢嘛 就是我10个毫秒 我才能真正处理完一位数据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看 我一个微秒 我就把1100全发完了 那结果他10个毫秒 是不是才能处理完 那实际上最后来说 你把虽然把1100发给他 但实际上他只是认为什么 你是不是只收到了一个0而已 因为1100虽然给你发过去了 但是最后整个 在10秒钟过后 是不是他才开始处理 或者10秒钟过后 就10秒钟之前 他不是处理在前一个位数吗 对不对 然后现在在处理下一个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就只能处理最后电瓶上的 这个线上的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根总线的频率 不会直接给谁 给这个控制器用 而是通过一个什么呢 就这地方还会通过一个叫做分频器的东西 就把这频率降低一点 然后怎么的 再给他用 就实际上的过程是这个过程 实际上他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 那这不就来了吗 也说 那也说这个地方周期性的充电 我们要想算这个时间 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先算出谁 先算出他的工作频率 对不对 而他的工作频率怎么给呢 那跟刚才说的 这个工作频率 是不是要跟总的工作频率 然后经过他的分频来决定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过程之前 我们是不是还要在干什么 是不是叫配置系统工作时钟 因为你只有配好了工作时钟 我是不是这一步 我才能计算出这个充电的这个东西 充电的时间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这 那么配置系统时钟 是不是配完了就可以就可以了 或者说配置系统时钟之前 还需不需要一些 做一些其他事情 做一些其他事情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那么你配置系统时钟 配置系统时钟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系统时钟 它一般来说工作 是有一段时间的 就是说 你是不是配合马上就工作 正常 不是 它算是会经过短时间 而CPU中呢 一般来说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它有一个叫什么呢 就看门狗的东西 看门狗的特点呢 大家可以下来查一下 很简单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定时器 也在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你不对这个定时器 进行一个 一个重新的数据 数据的重新的 那个给予的话 那么它只要减到零 它就会触发一个什么呢 中断 或者称之为复位中断 这样CPU呢 就相当重启了 所以说呢 这时候就可能有个矛盾 你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万一突然 这个干的事情时间很长 而你呢 又没有给看门狗 一些什么资源 也就是它突然跳到零了 那是不是系统就又复位了 也就是说 你还没干完活 系统又重新干活了 是不是 不太合适 所以这呢 我们在配置中之前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最好 把这个看门狗给关了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一步 那么看门狗关了 那过后呢 还有什么其他呢 那这呢 顺便提一下 还有一个是什么 关闭中断 那为什么要关闭中断呢 那么应该刚才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进到C 或者说还没开始进入系统处理 即使这个时候中断来了 我们是还不知道中断该怎么处理 就因为我们的函数还没开始注册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好把这个中断也关掉 中断也关掉 然后呢 你在跳到mine函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把这个中断给它干啥 再给它打开就行了 实际上它的过程可以这样认为 好 然后呢 紧接呢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常用的 就常用的 我们提一下就行了 就是你可以关闭MMU 关那个 这个Catch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Catch 就是说你如果说啊 从稳定性角度来讲 这个MMU呢 一般指的是有超系统情况下才用 你这个裸辑程序上的一般情况下 你为了简单一点 你可以不要管它 然后这个Catch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iCatch就是指令Catch 无所谓 可开可关的 但是数据Catch呢 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部分呢 最好不开 虽然说速度可以提高 但是呢 由于这个设计到数据完整性的问题 有可能Catch打开过后呢 你的数据的完整性 就会 就会有影响 这样的话 给我们后期的调试 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说这儿呢 大家可以先稍微 就简单一点 你先不要去那个打开它 先关到它 好 那么这样来看 所以说你看 整个这个就是我们系统的一个 boot阶段的一个基本流程 当然这个基本流程 还没有完全完 因为这个 这怎么指向的 这些具体代码还是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先来 就是现在就来总结一下 你的boot阶段 也就是说咱们要想写bootloader 咱们所谓的boot阶段 也就是说目的是跳到C元 而跳到C元之前 我们考虑到了一个什么 你的C元之前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占值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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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了什么 这放到我们的sdram上 看没有 指向sdram 然后呢 紧接的sdram要想工作呢 那么开来在X之前呢 还要配置sdram 对不对 那这个工作量就比较大 然后配置sdram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那个要计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还马上要看到什么 系统失踪 系统失踪 而系统失踪工作呢 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前导 就这样的 所以具体的来说 不管什么系统 你要想设计一款 bootloader中的boot阶段 基本情况是要完成这些 完成这些 当然呢 最后呢 最后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根据每个系统的条件不同 还涉及到一个概念 就是这正面写上吧 就叫做代码搬移吧 好吧 哎 哎 好